红海创办人郭台铭马上就要到中东 传说他回到台湾之后 就会决定要不要参加总统大选 而我们也独家访问到了郭台铭 他笑了几声回应说 再说再说 而传说能够影响到郭台铭参选与否的关键 就是郭董妈妈 郭董今天会特别来这间店吗 你给他去办 请随乎往旁边站一点 郭台铭很想说说 他拜访师智咖啡厅的心得 从网络上看到的新闻 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被照顾的一些弱势 跟他们谈一谈 看看有什么需要协助的 侃侃而谈设服议题 但听到选举问题 出国回来就会决定要不要参选 再说再说再说 谢谢你们 谢谢 虽然郭台铭很低调 但东森新闻连两天直击 幕僚进出他家开会 显然已经进入备战状态 蔡静瑜和郭欣怡 主要负责对外发言以及联系工作 曾是台北市府幕僚的李静颖 和国民党前中常委林嘉欣 则加入永龄青年平台 了解青年想法 其实也是搜集渔情 而鸿海集团的大数据主任高鸿安 把专长用在民调分析 郭台铭的团队兵强马壮 但要打仗吗 主将还有些犹豫 传出关键在郭妈妈初有真 是忠贞国民党员 不想看到蓝营分裂 来看母亲吗 你怎么知道 对 我妈妈 身体还好吗 还好 她已经 7月4号到现在已经 该两个月了 应该每天 几乎每天都来 我明天要出国 先来陪她吃晚餐 在晚餐来这边吃 出国前夕 郭台铭带着太太和孩子 到医院探视 他重视母亲建议 如果真要悬到底 当然希望妈妈点头同意 东西新闻 李元峰 蔡景伦 王伟臣 周世平 在台北报导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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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